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3月6日 第二卷十四章第三节 引用经文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菲利比书二章七至十一节 圣经中同时论到基督神人二性的经文 许多都在约翰福音中 约翰福音最清楚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 其中这些经文并非专指基督的神性或人性 而是同时指二者 他从父神领受赦罪的权柄 随己意叫人复活 此人公义圣洁救恩 他受差遣来审判活人死人 与父同辈尊敬 最后 他被称为世界的光 好牧人 唯一的门 真葡萄树 当神的儿子倒成肉身时 圣父赐给他这些特别尊荣的称号 基督在创立世界已先 与父一同拥有这些称号 然而在降世之后 是以不同方式彰显 这些称号不可能赐给只具人性的人 所以基督必是具有神人二性 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意义来理解保罗所说的 在审判之后 基督将把国交予父神 神儿子的国度无始无终 然而他将自己隐藏于卑微肉体之中 又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 撇下他威严尊荣 他显明了自己对父神的顺服 在此降悲状态之后 最终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被升为至高的主 使万息跪拜在他面前 所以在那时 他要将自己的荣耀名号与冠冕 以及从父神所领受的一切 交与父神 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因为父神将全能和主权交付基督 岂不是要借他的手治理我们吗 因此缘故 圣经说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 然而在等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我们必到天上亲眼看见神 在此 我们不能宽容古事作家的谬误 他们不理会中宝的位格 全然遮蔽约翰福音中教导的真意 使自己落入许多网络 正确认识中宝的关键在于 凡是与中宝之分有关的 并非专指神性或人性 基督一直作王 直到他再来审判世界 他的中宝王权 使我们和父神同在 虽然我们是如此软弱 但是当我们完全得赎 得享天上基业的荣耀 得见神的真体时 那时基督既已完成中宝工作 放下中宝职份 就不再做父神的使者 将重享他在世界 创立以先所享有的荣耀 主 这称号专属基督 是指他作为神与我们之间的中宝 此即保罗所说的意义 只有一位神 万物都本于他 并有一位主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这就是说 父将为主的中宝之分交付他 直到我们面对面 得见他神性的荣耀 那时他要将主的中宝之分 交还给父神 这样他的荣耀不仅丝毫未减 反而更加明亮照耀 到那时 父神也不再做基督的头 因为基督自己的神性 将全然照耀 不像如今 尚未完全彰显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